嗨大家好 今天我会分享的是关于形态片最近的大跌波动也是蛮大的 这原本是在5月3号做好 不过由于一些原因而导致我需要再重做过 但是不用紧 经过这个也是刚好可以给我当做一个额外的一个bonus给你们 因为刚好可以验证到我之前所进的都是看法是预测是对的 当然这些也是需要一定的心态才可以的 好今天我就只讲心态好 那么今天我会分享关于那三个最重要的心态东西 就是投资的初衷 第二个就是投资周期 然后接下来就是投资的动力 这三个里面第一个的时候是 OK这个通常我是很多人来问我 要怎样开始投资啊 要学习投资啊之类的是 他们问的时候肯定会问他一样东西的 就是他们的投资的初衷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投资的初衷 好 这个问题我通常是问他们很简单的 就是 为什么投资 然后投资又为什么 很多人连这个都不清楚就跟着人家 因为他们看到哇 投资原来是这么好赚钱赚钱的技巧 不是能赚钱哦 在要这么好好赚钱的情况下 这么不要去 他们也没有忘记投资也有风险 他的风险就是 持平或者是亏损 就是三个可能性嘛 OK 我们唯一个可以赚钱就是啊 赚啊那边赚对股上边赚钱 其他的全部都算是啊亏损一下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要为了为什么来投资 问你要问你清楚自己 要很仔细的知道就是 会花一段时间 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不 希望很多人可以立刻给到我答案 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很盲目的跟着人家 好像那些书所讲的啊 他们没有自己的那种意愿 你要知道投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学问来的 是蛮多的 包括很多东西的 有人性方面的东西 有那些啊做生意方面的那些 很多很多包困在里面 这个就是投资 OK 总之一句话讲完 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初衷的话 会更加糟糕 所以你要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自己初衷 要怎样去之后 就是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 他要清楚知道 预速不达就是 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啊 就是慢慢来 一步一步来的话 会比较好 你就慢慢来学习 不怕 因为股市随时都在的嘛 只问题是 你要先打好你的根基 你才来 那么 这样就比较好 要怎样打好你的根基 当然你就业度相关的书系 比如说 在淡满就是比较出名的 就是人员哦 然后 接下来的就是外国的 就是有那个巴菲特之类的 很多啊 台湾都有 中国也都有 然后他当然要清楚知道 一些老师 他们给你很多招数 不 他们 很多都不是 靠投资来赚钱 他们是靠 教人 那些啊 教教客那些来赚钱 所以这点 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但也我也有出啊 电子书 目前还没有出 打算出那个实体书 实体书在2018的时候 到时的话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能力来买相关的书 OK 就这么简单 然后 你也可以看 像我这类型的video 在市面上是非常很多人 很多人制作这样的video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方便嘛 除了你看还有天 然后还有动画的问题 所以看到比较仔细 连那个技术分析啊 连那个基本分析啊 你上网看的话 就是有这种的便利 以前是没有这种便利 以前我也是啊 蛮蛮可别 要每天去参加人家课程 然后是真的不知道 到后来还好是多数都是啊 有真材死掉的人啊 这个蛮庆幸一下的 然后这个程度 另外一个程度就是拜师学习 这个也是很看客人的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负担得起 啊 你舍得给这笔钱去投资的话 那么你就去拜师 如果不舍得的话 也不是这样 因为市面上也蛮多人 他们收费不会很贵 有一些甚至是免费给你 然后看你的人员 你认识 认识多人没有 如果看你的缘分 因为真的是直接公开 这样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啊 不过你要小心 好像一些人 你这投资 所谓投资这个资源 来骗你去那些啊 骗局 那边讲 哇很好的投资计划 然后你去签的时候 哇你要进去拿人头了 然后变成那个啊 老鼠会啊 金钱游戏之类的 所以 要要 注意一下啊 这些东西 总之 还是慢慢来 不用急 OK 然后 在这里的时候 你 也要知道你是在哪一步 通常很多人在开始时候 就 包括我再累的话 是 开始时候肯定是我 不会做的吗 没有你每个人一出生 都是不会做的 看到到另外一个时候开始 然后我不想做 还有没有那个啊念头 就在没啊 那个行去啊 认为重要 然后我想做 然后这里开始的时候 有那个啊 直觉知道那个投资的重要性 然后知道要想做的时候 那边 那么是下一 下一步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的时候 就好像跟他讲了 看数字很多了 然后看了之后的时候 你就 就招 招 招着他 然后我会尽量的做 做了之后 是哎 你发现了 我可以做得到 就是我能做了 然后做做下 我会做 这个境界的时候 OK 到后来的时候 我会做 我做到了 就不知不觉赚钱了 在股市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每一集 你 我都会有 都成 都会经历过 我也是曾经经经历过很多东西 我到今年2016 已经是第九年 还在学习着 不停的学习着 头五六年 应该是五六年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浪费时间 因为我孩子在 在这 想做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想做 那个念头是有了 就是还没有到这边 就浪费了很多年 因为 没有 那时的 科技不发达 资讯又不发达 然后还没有开垮 那个贵人的提拔之下 然后就会有自己那边 啊 勤勤力力 这个到后来 也很好 好 很 运气很蛮好一下 去到那边 不过 测试蛮多 机会好像2018 2011年的 那些股市 不过后来 还是学校 因为啊 怎样都好 还是有尽量的 不停的学习 所以台黑到今天 在哪个市 大概都知道 怎样去布局之类的 所以真的一步一步 这样上到来的时候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用介意你在哪一步 总之你要清楚知道 你要一步一步 这样走上去就好了 ok 那为什么要有初衷的目的呢 人生如一场 不是一场梦 人生如一个迷宫 就是你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是 你如果没有初衷的话 是你会迷失自己在人生当中 当你有了那个初衷的话是 那么就这个初衷就好像一个明灯 来导向你去应该去的地方 你就会迷失在迷宫里面 当然这个初衷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一个当一个明灯给你 知道你的人生该怎样走 同样的在投资的初衷方面 也是要给你知道 下下来你要怎样走 就是这么简单 不然的话 你真的分分钟会迷失到自己 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初衷是 是每个人一开始学股票时候 要去学习的东西 不过很可惜 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讲是几乎一百个新手里面 一百个都以为我是为难他们 不过很可惜 我是在帮助他们 他们不知道这点 然后我也不能做什么 那经过这个video之后 我希望你真的去检查 或者是自我检讨一下 你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我的那个上面有 在很多地方 还有写过很多 相关的那些文章 有叫你们开始的时候 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就是你开始在投资里面的 那个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初衷 OK 那么讲的投资初衷 下来就是所谓的投资周期 投资周期和之前的也是讲的一样的东西来的 就拿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个股成长股的股市 它的那个在股市上面方面是好上上下的 不过它的内在价值实际价值是一面增长的 这些是成长股的倾向来的 所以我就拿最简单东西来讲解那个股市周期 就拿个股来讲好讲好 首先的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幼熊也就是在这里 在投啊波 就是在回调的时候是 下跌着从这里到啊 到这里要跌啊 跌低过那个啊 内在价值或者是啊 这个就是我们创为的幼熊周期 股市也是一样的东西 在个股方面全部都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老熊 如果还在恶化下去 当然这里恶化下去的话 他就变成啊打跌 他这里为什么我会分开这个两个呢 是因为等下 为了方便就是这个右流 那这个圈的问题 所以我就啊同样东西来的 你要曾经就知道 啊投资股市投资的周期方面 就是来来去去就是这个四个周期啊 然后春夏秋冬 ok 然后那个啊 那个阴阳那边他有那个啊 有那个叫什么少阳老鹰 哎不是不是少阴老鹰 少阳老阳四个卦那个 同样这里也是一样 在这里做大跌了之后 就是他开始反弹的时候 通常这里我们有看的是技术啊 技术那些分析来看的 所以看到这些像上下不动的时候 我们多数是以技术分析来衡量的 但他内在家是怎样 然后啊你要中啊 要做短期中期或者长期的操作 也是很跟这些东西来做的 右牛就是从这边这样上升 所以你看右牛和老熊几乎差不多 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你看下的阶段就是在下面 ok 反而老牛跟右熊也是差不多 因为你看他没有什么分别 只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所以看到是喊下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困扰 到底目前股市是右熊还是老牛 我们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我们的股市已经走了 蛮伤蛮啊 在上升阶段蛮久一段时间 也就是2008年 经历了一个调大调整 就是2011年到现在 然后过去2015年的时候 又来一个调整 然后又再冲上去 所以这个牛好像是要死 不会不死 因为还有老牛跟右熊一直这样交替着 反而就是没有经过 那个老熊的到来和右牛到来 ok 右熊真正的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股市通常是下跌 没有记错是20还是30 忘记了 应该是20%没有记错 还是20 然后老熊是 只要他超过这个他的下跌 波富就是成为老熊 像97年的那个才是最厉害的 70多巴仙的下跌 那是有喜来最跌 然后出动那个啊 skid breaker 就是垄断制度的是在2008年 ok 在这两个形象 我们只知道每个周期都有每个那个策略 ok 在这两个时候 ok 在右牛的时候我们可以啊 buy low sell high 然后老牛的时候可以buy high sell high 就是买高更卖出去更高 然后这个在六年的时候买低更卖低 然后右熊的时候也是啊 要做波段的看到低的时候就卖就是啊 啊 Retrace的时候要反弹的时候 ok就买 然后又老熊通常是啊 以资金为主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啊 你策略蛮多一下的啊 画到来啊 啊 事实上才那个 如果简单的话才是早一点 就在右熊的时候你要怎样用 这个东西也是你要怎样判断这些 你就就很很讲那个啊 经历的 你没有经历过 基本上是很难讲解 我们学习到这些东西 人家知道很多东西 不过你要知道 今时不同往的 信念趋势变到很快 真的是快到太快了 所以这里我们要时不时的更新自己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不停的学习啊 ok 然后讲到方法啊 这个你偷吃 偷吃方面是 要怎样啊 要怎样去适合这四个 事实上是有他相应的方法 也就是那些用 为什么又要用方法 因为那个方法可以帮你快速的达到目标 有喜欢一些人不知道怎样操作 但是有相应的方法的话是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教导那个人 之后就是要他不停的去体验反省 自我检讨 在那边应该一直改善到变成他自己的为止 然后有自己的一套功夫 就好了 然后方法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学习的东西来的 就是适当的方法 我们就非常的容易上手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用的方法 ok 当初我不知道这个词 现在当我上了一些课程之后 我才说偶尔为那这个称者 在华尔王叫方法 ok 然后那些人通常 以什么东西来当作是方法 比如说是一些普助器材 就好像我要交易那些评单的话 我至少有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看评单的那个内在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看他的成本价 这个也是可以在股股那边出的评单那边操作 那因为那平台方面 我们还需要他知道还是值多少钱 那我们要预测那边就是有自己的普助器材 我们看的时候 然后再买这个价 卖这个价 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然后要研究 这个就是普助器材了 ok 讲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下来就讲的就是所谓的投资动力 投资动力就是要给你那种养成那种习惯的 开始是很主要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 在养成一个习惯之前是我们需要一些动力 为什么我们要把他养成习惯 原因是习惯是一个很恐怖的力量 你在善用他的话 是他可以帮你达到很多东西 就是自动化 你不用很轻松 就自然而然的去做 就像以前的我 开始用五分钟来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 是蛮累了 不过现在我用一天多两个小时 之前上升的最高峰应该是有整十四个小时的一天 尤其是在 啊假期的实话 拜礼拜啊 ok 那比较得痛啊 那时又没有啊 女朋友就是每另外一半啊 又再生在外国 然后蛮多时间一下 不是就是吃的东西 就是自己 然后在那边打包 或者是自己煮 然后剩下来是什么 就是学习 就是不停的学习 然后拜礼拜礼也没有东西做 有时是带人家睡觉 不然的话就健身 就这样这样多 ok 然后反而不自然而然的 养成一些很好的习惯 然后变成 好像没有那种啊 压力压力看不到 这就是习惯的恐怖 当然同样的习惯 习惯是都养成不好习惯 比如抽烟喝酒啊 或是啊 找女人之类的事 ok这三个 这种这种 染成这种坏习惯的话 基本上你啊 会 会阻挠你的那个路程啊 嗯 总之坏的习惯 会对你造成很大的破坏 好的习惯会帮助你很多很多 这些通常都是可以在 三到五年里面看到那个成绩的 所以 这投资动力 我们要了解知道 因为它的原因到后来 只是要把 形成一个 啊 那个习惯 养成一个习惯 要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90天 所以 你要知道你的投资动力在哪里 然后你才可以啊 启动它 然后 运用它90天 然后自然而然 90天之后 你就变成一个习惯了 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会自然而然的刷牙 要睡觉之前 晚上之前也睡 会自动的去刷牙 同样原因 这应该是习惯的问题 OK 讲到这么多 通常习惯那边 啊 那个投资动力有分三大 三个三个 第一个是痛苦 这个都是蛮多的 好像在股市方面 会学习很多 我看得到了很多人啊 他们在股市那边会学习是因为 他们亏了钱 他们才有那痛苦 然后才可以去学习 这也是一个啊 不错的方法 不够 不是很鼓励你这样 因为你钱赚钱 你亏损那个钱你就啊 减少了 就不大鼓励你 还没有稳定你的根基 就冲去股市 所以这痛苦方面 通常有来自一些是情感啊 或者是啊 你的 比如说那种 给人家看低啊 不高兴啊 比如说还有一个 很多例子那边 就好像 我当初会 之所以投入啊 股市方面也是因为 情商的问题 商的很厉害 因为那是第一次 然后啊 几乎有三个月 睡都不好 然后只是一两个小时每天 人家三个月 那只是精神也是 然后差不多 本会不会还好 还去啊 还没到 走到另外一个不轨路 不然现在我都不 黑孩子 里面跟你讲解很多东西 所以 痛苦方面是 你要把它 转换为那种 啊 动力 这个就是 它很强的 因为它 我们在负面情绪 强激的时候 是就是很悲观的时候 是 它那个 那个能量也是很强 只要有人把它转换为比较正向的话 是 我那么你的 人体就会正常化 然后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很幸运的 我那时就是 误打误撞之下 也是啊 把这种 啊 非常痛苦的 那个感情 那个力量转换 比较正向 然后就不停 学习到今天为止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一些人是 会 犹豫责任的问题 比如说 身为爸爸 家里的一家族主啊 妈妈啊 或者是孩子啊 看到家人那些辛苦啊 那些什么 然后看到还有一些是 想着 我如果 被炒犹豫了之后 被 就是 失去工作的时候啊 要怎样 养活自己的家人之类的 这责任感很重要的 比如这责任感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 呃 变成什么 还有一些是社会的责任 这个是最高的一个 境界来的 也就是 当你 人可以赚钱了 还是 不停的在赚钱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一个责任 也就是说 你有那个责任去养活 另外 几家人的那些 啊 他们的那些 啊 生活 这样 就变成一个 啊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次了 所以责任是 也是一个动力 原来也是 看你怎样 你看那些职业家 为什么他们做到 90多岁 还是在不停的做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一个责任了 已经是不能停下来 然后他们也是满乐在其中的 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啊 这变成 啊 不知不觉 就变成他们的习惯了咯 他另外一个就是获得 OK 就是三个 获得方面就是 你啊 当你这一股啊 你可以赚钱的时候 OK 那种习惯是蛮不错的 就是你看得到 哇 你学习到一个新的字 然后你试下来之后 哇 可以的确可以帮你赚钱的 那么你就会有那种冲动的那种活力 那种动力 还是更加加深的去不停的去学习 然后会研究更好 更大的回酬你的那个啊 你的投资 这些就是这三个机文 OK 那么你要怎样知道你自己是谁哪一个呢 这个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阅读其他成功人士的经历 成功人士的经历 你只需要阅读几个也不用阅读太多 还有一些是其他人做出来的 那些可以不用看 因为其他人做的 就是没有经过作折的那种 没有那个本能 那成功人士本能的那种 他们的 讲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看了 市面上蛮多这种 帮人家出自传 但是不是他人家自传的书系 就是很多那些什么啊 steep job的那个成功学那些啊 你看那边至少有十多本相关的书 然后作者不懂是谁是谁 所以我们那边要看你什么 然后你要读的 第一个肯定是他们的初衷 为什么我们创办一个东西 好像比如说那个 嗯 面子书的创办人 创办面子书是因为他要方便追女孩子 ok 要知道女孩子那些什么 这个也是蛮不错啊 现在发展到这个 ok 这个就是他初衷 然后那个 马云的成功学那阿里巴巴 ok 为什么他会这样成功 是因为他是开始 他们他只是想着帮助那些 小企业家 而成功的生存下来 那些要变 环境变化到很大 没有相关的那些东西就不能了 所以这个这两个故事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初衷在哪里 然后他们的人生转折点 肯定是有经历过一些很大的改变 那边是他们那时是 以什么情况来转变 那个我们也是需要阅读一下 那么我们才知道 哦 ok 然后他被他是以什么 可能一些是很痛苦的 ok 比如说 很多那些 受过那些青山的 然后有啊就是要人家看扁他 然后就是发焚图强 那边就你看那边就是他的转 身身转折点 这些是可以去从 其他成功人士的经历那边 知道的 最后一个就是要知道 他们背后的人是谁 是他们每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些人帮助他们 比如说他们的导师 是谁他们的啊 背后的女人 之类的就是他的贵人啊 简单直接一点 他们背后的人就是贵人 是谁把提拔和上来的 ok 这三个经历方案 你读了之后 你就那边自己探讨一下 那么你就自然而然的 你就发现到 你的头指动力 是应该处在哪里 就以那个来一直这样的重复性的 做同样的东西 ok 然后90天就好 那么就自然而然知道 你是谁哪一个 ok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分享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 subscribe我的youtube 在这里下面那边 你看到一个subscribe的字眼的 ok 在那subscribe的字眼 你只按一下 当然你要login去用你的gmail 啊 因为这个youtube已经卖给google了 所以你有一个gmail account是最好的 那么你就直接可以再更新了 然后我更新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时间知道我更新的video 在那边就可以知道啊 有没有最新的 就在那个你的gmail那边可以直接通知你 是这么简单而已 ok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么 今年哦 不好意思这个是2016我写错了 这是2011年 5月的奖座不是2015年 不是不好意思 今天是2016年 5月的奖座 有两个 一个是5月8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天 他是话语的奖座来的 这个是他的链接 你要知道详情的话 你就按打这个 记得这个是欧来 不是零啊 这个starq 有ok 如果你来不及这个 也不用紧 在5月22号 也是一个英文讲座 同样东西只是语言不同意 那么在这里 你就看得到在这边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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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方面呢 只有两个字是小写 其他四个字是大写 这个rw是小写语 ok 因为这个你呢打下去 你就可以知道啊 我的讲座是在哪里 等下我会更改这个 不过现在我已经录制的 他的video 没有办法所以就 有的还记得这个是2016年 不是2015年 这个很抱歉一下 那么啊 谢谢观赏 今天就到此为止 啊